現在請消極你總中的 習慶和標語 揮舞旗幟高聲吶喊 一行人浩浩蕩蕩走上凱道 風雨交加也擋不住強烈訴求 救國團成團七十週年 首次上街抗議 號稱現場超過十萬人 我還是救國團的個人團員 我從來沒有想到 這麼一個教育團體 這麼一個公益團體 會被人家打成一個犯罪的團體 前總統馬英九 貿易也要來站台 因為救國團在二零一八年 被黨產會認為是 國民黨複髓組織 今年七月六十億筆土地和建物 將近十四億的現金 再遭黨產會認定為不當財產 通通被命令收歸國有 儘管台北高等法院裁定 不動產能停止執行 但超過十六億的動產 還是得上繳國庫 救國團強調 能動用的資金只剩下一億五千萬 一旦財產被沒收 瀕臨滅團危機 將近七千位員工 也將丟了飯碗 全救團大概有一千七百位員工 然後有五千位教練跟老師 那其實這些員工 教練老師的生計就會受到影響 黨產會對救國團做了 不公不義的處分 所以我們這次的運動 是抗議黨產會的一個抗議運動 員工怒喊是政治迫害 除了前副總統呂秀蓮到場 就連國民黨台北市長候選人蔣萬安也來了 只是前一天缺席同志大遊行 卻選擇參加救國團遊行 立刻成為對手攻擊目標 今天早上又有時間去參加另外一個遊行 那我就我覺得幫他這樣子一個說法 也就沒有必要 在今天這個遊行 它是一個反時代的 這是一個要保護以前不當的一個政治恆利 被貼上反時代標籤 但救國團依舊高喊口號 要求黨產會撤回沒收決議 進行我們該美星序位 陳恩採訪報導